有你聽懂的話 說給你聽 歡迎收看今天的新聞大白話 我是彭聚 新聞一開始 我們首先帶來看到 是韓國瑜的最新防疫措施 是所有的休閒娛樂場所 通通都要採實名制 否則就要開罰了 另外他之前也說過 在5月3號的時候 就要開始兵推演練 也被外界解讀說 難道是急著封城 來擋這個罷韓的罷免投票嗎 甚至還被外界的諷刺說 是不是封城秀吉呢 他說了 他講了第七次 從來沒有說過要封城 甚至還自己自嘲了一段 說自己是封城秀吉的弟弟 叫做封城不吉 今天我在講第七次 就在高雄市政府 完全沒有考慮封城 為了怕誤解 我再說一遍方慢速度 高雄市政府完全沒有考慮到封城 沒說過要封城 韓國瑜講第七次 還自嘲他是封城秀吉的弟弟 封城不吉 封城秀吉的弟弟 封城不吉 我什麼時候說過高雄市政府封城 我覺得好奇怪 酸言酸語抹黑造謠一大堆 封城姿勢體大對高雄打擊很大 韓國瑜重申完全沒考慮封城 而之所以五月三號的社區感染 官兵推演練被解讀封城 蘇奎認為地方所長會緊張 在所難免 韓國瑜也公布防疫新措施 繼全國酒店舞廳被要求停止營業之後 娛樂場所通通踩實名制入場 包括KTV 夜店 散溫暖 酒吧 以及咖啡茶室或是餐酒館 入口要有專人 量體溫被消毒酒精 員工 消費者要佩戴口罩 以及保持安全距離 4月15號 16號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全省的店點 都自行採用實名制 做到工人的話 我們就會在客人進場的時候 會每一桌的客人都會留資料 留姓名 公文一收到業者 就會馬上執行實名制 有一個新證一個案例 那30多歲的男性 那是磐石劍的軍人 那個案4月18日到集中檢疫所隔離 那一採的結果是陰性 4月22日出現嗅覺異常 流鼻水鼻塞等症狀 23日再採檢 那也抽送就醫 那今日缺者 我們今天也沒有本土的案例 那本期群聚事件到目前為止 總共這個磐石都是磐石劍上的 有30人確確診 那維生單位也掌握接觸者 總共1843人 其中530人為居家隔離的對象 那已經採檢了125人 那91人為陰性 其餘在檢驗中 1313人為自主健康管理 那持續會對個案的公共場所的主機調查 並公佈上網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確診的案例是428人 那264人 接隔離 那昨天也新增了1028例的一個通報 那截至為止 我們大概總共通報的案例 將近6萬人 是五千 五萬九千零二十六例 那另外 我們的資源組 指援中心有建立一個 現在就在我們的技術 這個上面有一個研發組裡面 那有稱 在國會院那邊有成立一個技術資源的平臺 那能夠來幫助大家在各方面 藥物的研發檢測的實際等等 如果需要檢體 那透過這樣的一個平臺 可以提供大家一個比較快速的一個研發的機會 那我們是不是請這個司徒副院長 給大家說明一下 謝謝指揮官 還有副指揮官 在場的專家 以及所有的媒體朋友 那因應這一波的疫情 那在指揮中心下面 我們有個研發組 那這個研發組 在過去一個月 我們成立一個 針對這次病毒特別的一個技術 跟分析的資源平臺 那這個資源平臺 可以因應所有的包括藥物的研發 包括檢測的試劑 以及疫苗的發展 我們需要先做一些 研究的時候 這個技術資源平臺 可以做一個完整的 提供相對的資源 所以基本上我們是本著一個 單一窗口 多元服務的精神 來應付所有的包括學員 包括醫療 包括業界的這些需求 那這個資源平臺 基本上分為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是一個生物檢體資料庫的平臺 那這個平臺 事實上 早在2月6號 我們指揮官 特別交代我們國衛院的兩院長 因應國內各界 不管是學員 不管是產業 甚至是醫療院所 需要這些生物檢體的時候 那我們希望有一個系統性的 一個全面性的一個 收集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們在2月6號 接到這樣一個指令 2月7號開始 我們召集了全國各醫療院所 相關的感染科的這些 專家跟主任 那我們針對這樣的一個任務 我們做了很多的討論 那訂定了一個SOP 那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有一個很重要的決議是 所謂生物檢體的採集 我們主要是以血液的檢體為主 因為不管是鼻腔 或是咽喉腔的這些屍體 那不管是他採集的過程 或者運送的過程 或保存的過程 都會有很多 生物安全相關的疑慮 所以我們這個資源平台 主要是以收集血液的檢體為主 那到目前為止 我們總共已經收集了74個血液的檢體 那這中間也有七個機構來提出申請 包括有四個業界 包括有三個學術的單位 那我們經過很快速的審查 那目前會有兩個案子 我們在本週就會提供這些相關的檢體 來進行後續的這些研發 那第二個這個平台的第二個部分 是指我們整合了全國可以操作這些活體病毒的P3實驗室 我們組織了一個支援平台 那這個支援平台就包括 國衛院包括中醫院包括台大包括長庚包括成大這幾個機構 因為我們有過去CDC核准的在P3實驗室 可以操作像病毒的這樣子的一個支援我們一起來做一個整合的一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我們有一個網址在4月7號的時候 我們就公告了一個網址 在國衛院的網頁的首頁上面 我們就有這樣的一個技術支援平台的一個網址 那到目前為止我們總共收集了20件的案例 那這個案例都非常的多元 主要是來自業界 那不管是針對這個試劑的開發 不管是對藥物的研發或者對疫苗的這些發展 它的面向非常多元 那這20個案件裡面還包括很多 駐外單位的一些國際合作的一些案子 那這個案子我們一開始會經過初步的評估 然後會分給我們在研發組下面 我們設三個分組 包括藥物有一個分組 包括疫苗有一個分組 包括這個檢驗有一個分組 那這三個分組有各自的審查委員 那我們會經過一個非常快速的一個審查 然後把這些需要生物檢體或需要做P3實驗室 這些活毒活體病毒測試的這些案子 就會到我們支援平台 那我們支援平台會快做一個非常快速的媒合 那把這些需要活體來做檢驗的這些產品 那我們來媒合不同的醫療院所 在合乎所謂的科學精神 合乎所謂的倫理的規範 合乎所謂的安全條件 那也很快速的希望把這樣子的一個產品 它的研發跟未來上市的時程 我們可以做一個最好的一個推動跟支援 那以上做這個平台的簡單的說明 謝謝 好 非常謝謝 那我們今天說明到這裡 那大家有問題現在可以提出來 свой 喂 部長好 信傳媒提問 這邊兩個問題想請教 第一個是那個抗病毒藥物 瑞德西韋 今天據傳 好像首次的臨床試驗失敗 那請問台灣目前使用 瑞德西韋的症狂狂如何 那用在重症跟轻症的治疗效果 有什么显著的差异吗 那这边想要就请教张教授 对这款药物 有没有什么一些看法这样子 对那第二题还有 现在有许多民众也有表示说 很多要寄给国外亲友的口罩 目前在今天新增了一名血诊案例 也是磐石舰上的军人